今天就是非常帥气的西装造型 老肖说穿起了西装反而他可能觉得更加的自在 今天的压轴的表演 萧敬腾会带来多首好听的歌曲 也是来自于他这张最新的专辑 好 正前方正中央 好 萧敬腾帮我带来 你的右手边这边也要带一下下 期待待会呢 在今晚的压轴的演出 由老肖带来许多好听的歌曲 谢谢你 自动的转到每一个不同的角度 来让所有的 好 哥这边再来一下下 中间谢谢 跟我们的这个KKBOX的音乐 风一榜的 这个身体的老公呢 好 待会我们还准备好咯 要交到老肖的手上咯 谢谢 来期待呦 待会会有这个压轴的演出对不对 来跟现场所有的 有插啊 有有有 有有 我这里刚刚没插 有有插 哈哈哈 你刚才没插 是我插上去 来跟所有的每天都要来打一下交互 下一个大家 嗯 待会是一个压轴的演出 然后也会选自于你这张 希望有传承感觉的 把一些好听的国语歌曲带给大家的对不对 这些歌是怎么挑选出来的呢 在压轴的时候 你说这今天 对 待会你要上台咯 其实就是 照现在的顺序 嗯 就是 已经打了几种的顺序 打歌的顺序是不是 对啊 然后在当中 会把它串成一个组曲吗 还是陆陆续续的会 听说有人要加入跟你一起唱歌 对对对 可以说了 可以说了可以说了 就是焦哥啊 焦哥 我跟焦哥合唱一首歌 你对他的这个歌声有信心吗 当然 哦 焦哥在 很久以前就发过自己的作品 你有买吗 我那时候没有钱 哦 哈哈哈哈 我介意 我有我有 分享给你 一起听一起听 对 那现在焦哥的歌声呢 你看那么多 那么多年 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转变 我看到了吗 对 他现在的歌声 你觉得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记得 那个焦哥有跟我讲 他有一个作品是 他从小时候 好像变身以前 他就录 然后 在同一首歌里面 然后有好几个 他十 那个 岁数 不一样岁数的声音 录在同一首歌里面 嗯 我觉得很酷 很酷 就记录了每一个时间 对对对 就是有小孩的声音 然后有现代的声音 还有以前年轻的声音 这样子的一个制作方式 也会让你有些灵感吗 就像这张专辑 你也说 OneTag 有点复古风 或跟现在做专辑的方式 是不太一样的 哦 当然不一样 那 现在其实就是 既然还是能够传递 最真实的音乐嘛 那 但是用现在最好的科技 跟技术来完成 最传统的音乐 这样 是 去年